刚才赵春老师一直问你说你喜欢她什么呀 没答出来 你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一下她 一个词 没有 好 小王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她 是 你听见了吗 她没有任何词语能形容你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你一直在说她可能跟前女友有什么 你就是她的前女友 你可别怪异地恋了 跟异地恋没有关系 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你换一个微信 她可能能把你摇出来 然后跟你说 我没有女朋友啊 她刚才给我们的理由是什么 是 哎呀我没有必要和陌生人 说那些我自己的很多事情 那你跟人家说话干什么呢 如果我是你的家人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带走 建议 第一 上赶着不是买卖 唾手可得的东西人家不珍惜 第二 好马不吃回头草 两个月之后她就分手跟别人好了 她还是会这样对你 第三 你在她心里若不是可有可无 她怎会对你忽冷忽热 所以今天等一下门转走 好吗 作为一个不纠缠她的前女友 祝福你 谢谢 好 谢谢多老师